小李和小王两个人是自由恋爱 有一天两个人同时去图书馆看书 就在这时他们两个人竟然看中了同一本书籍 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于是那天在图书馆里两个人聊了好多的心理话 因为有同样的兴趣爱好 这也让两个人相处起来非常的顺利 时间久了慢慢的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直到今年为止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两年的样子了 在这两年里有过争吵也有过打骂 但是在吵完架之后 两个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和好如初 也许这就是他们两个人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吧 因为在茫茫人海中 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两个人都非常珍惜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久而久之两个人就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小李以为婚后自己会生活得很幸福 因为当初他和小王交往的时候 小王对他非常的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这让小李觉得小王是一个过日子的好男人 也是这一点才让小李决定嫁给了他 可是婚后的生活却让小李苦不堪言 小王和之前相比真的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小王对小李的照顾非常到位 可是事到如今自打结婚以来 小王根本就不心疼小李 整天把小李当透明人 甚至在小李生病的时候 他也像个无视人一样 在他的世界里 似乎小李的一切对他来说不重要 这也让小李慢慢觉得 小王对他的感情大不如从前了 就在两个人结婚的半年里 小李就被检查出怀孕了 他原以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能够让小王的心再次回来 可是却没想到小王得知自己的妻子 怀了自己的孩子 却无动于衷 而且小王每次都会找出晚归 甚至有的时候 把工作上的情绪都发泄在小李的身上 有的时候小李真的想尽早结束这一段感情 可是他事后想想 毕竟两个人当初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现在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的结晶 他不想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没有了爸爸 于是他一直坚持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止 他始终相信 时间能够看出一个人到底还能不能回到以前 可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以来 小王从来没有去照顾过 尽管在小李坐月子期间 他也是无动于衷 有一次在小李坐月子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和别的女人聊天 就在这时小李才反应过来 为什么这些天小王对他变得越来越冷淡 原来是在外面早都有了头绪 在那一刻小李心就已经死了 他发誓日后一定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当小王睡醒后 他就把证据摆在了小王的面前 并且告诉他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在婚姻中 我最爱的人背叛了我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当初是我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种男人 我原以为自己的一生都会非常的幸福 也会让别人羡慕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我想象出来的而已 现在我的脸都已经被你丢尽了 此时此刻我一点都不想看念你 所以我们离婚吧 于是第二天小李和小王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因为是小王有错在先 是在离婚后他选择了近身粗苦 把所有的财产和房子都留给了小李和他的孩子 从那一刻他再也没有和小王联系过 因为小李他本是一个性格刚硬的女孩 只要对方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和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同时也告诉你们处在婚姻中的女人们 如果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有做出对不起你的行为 那么你就要痛痛快快的和他结束这段感情 这样才能够让那个男人感觉到愧疚于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